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在爱情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可是当这些秘密已被拆穿之后 你是否还能坦然面对呢? 安德是一位红到发紫的歌唱家 每次演出,台下都人满为患 因为出色的歌喉 他赢得了数不尽的金钱和荣誉 但是安德却有个奇怪的癖好 他的家中养着一只食人花 而且每天都会用高级鱼子酱来喂养他 可是好景不长 某天演出时 安德裤子上的纽扣不慎崩开 从里面滚落出两个音响 这下可被媒体们定了假唱的实锤 就这样安德被公司解约了 为了维持生计 他在一家游乐场找了一份扮演鳄鱼的工作 但却经常遭到熊孩子们的欺负 生活上的不如意让安德一度想要放弃生命 可面对万丈高楼 他又没有死的勇气 于是每天只能靠酒精麻痹自己 日子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着 直到有一天 安德在地铁站遇到了一名美丽的女子 詹妮 她动心不已 可惜詹妮却没能赶上地铁 然而缘分是个妙不可言的东西 不久后 两人再次在地铁上偶遇 这次安妮不小心巴西的假手指 站在了地铁上的口腔膛上 而安德恰好捡到了 次日安德站在窗边唱歌的时候 不顺着她的纽扣掉进了詹妮的衣服里 随后她在取回纽扣的同时 也将詹妮的手指还给她 早已情投一合的两人 就这样顺利成章的走到了一起 然而安德不知道的是 詹妮有个特殊的癖好 她每天都去肉店里和老板做交易 来换取两个袋子肉 而她换取肉的理由 竟只是为了养活自己 浴室里的那条鳄鱼 对这些毫不知情的安德 很快就为詹妮倾倒了 她带着自己的食物花来到了詹妮家 可浴室里的鳄鱼 也许是饿了的缘故 一直不安分 詹妮一边哄骗安德 一边在安德的咖啡中下入安眠药 然而只永远抱不住火 安德逐渐发现了端妮 这一天 她偷偷的交换了两个人的咖啡杯 也由此发现了詹妮的秘密 惊讶的安德 连一带着食人花逃走了 从此两个人的生活 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 仿佛从未相遇过 在爱情中 谁也无法说清楚谁对谁错 有些人为了爱而坦诚 有些人为了爱而保守秘密 不可否认的是 詹妮一定是害怕失去安德的 但是欺骗 从来就不能使爱情走向永久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